2016年 钟立体第三次官宣了自己的婚姻 对方不是富豪 而是一个穷小子 张伦硕认识钟立体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和钟立体有着天差地别 但是两人最后也成为了夫妻 钟立体在很多人眼中 是一个霸气的辣妈 更是炙手可热的明星 当年她的名气 放到现在就是顶流 一出道就和港星刘德华 合作了一部电影 随后便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虽然钟立体的事业一帆风顺 但是她的感情生活 却是如此的不堪 但幸好遇到了张伦硕 即便是她带着三个孩子 张伦硕也没有嫌弃 反而爱她入股 这究竟是为什么 回想起钟立体与张伦硕 初次见面的地方 是在《如果爱》这个节目上 两个人从相恋到结婚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第一次看到钟立体 张伦硕便被她的美貌吸引到了 但外界都知道 节目上都是剧本 两个人被安排在一起 也只是为了节目效果 看见他们相处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甜蜜的画面 这也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而钟立体也深知着其中的安排 所以并没有对张伦硕产生感觉 毕竟想到自己的情况 两次结婚还带着三个孩子 曾经也因为这件事情 遭到了很多人的吐槽 但是张伦硕不以为然 这一次能与她有近距离的接触 让张伦硕有了很大的感触 于是便决定追求她 这个追妻的过程 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她不顾外人的看法 只要钟立体开心 她就愿意去做 但钟立体很迟疑 自己比她大了很多岁 他们之间有太多的问题 但爱能解决一切 看到了张伦硕的真诚 钟立体也忍不住向她靠近 于是2015年 就对外公开了两人的爱情 外界都表示非常震惊 有祝福也有反对的 而张伦硕的母亲 更是不同意 但张伦硕说了一句话 就让母亲改变了想法 要知道她虽然是个艺人 张伦硕感到非常的满足 两人恋爱的时候 她也把三个孩子 是做自己的女儿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与他们毫无芥蒂 三个孩子也都非常的喜欢她 看着他们相处融洽的画面 钟立体也感到十分的欣慰 她终于找到了一中人 也终于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在2016年张伦硕意外地向钟立体求婚 在所有观众的见证下 张伦硕为钟立体戴上了戒指 钟立体还有两段婚姻 但都没有落到好下场 如此有颜有身材的女明星 在感情中受到了太多的痛苦 而她能走上演员这条路 也纯属意外 别看钟立体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她年轻的时候 容貌堪称一绝 立体的五官和白皙的皮肤 走到哪里都是娇艳的一朵花 而这如此出色的美貌 也完全是因为 钟立体是一个混血儿 在众多的明星中 只听说过杨颖是混血儿 而钟立体就是第二个 钟立体1970年出生在加拿大 虽然在国外出生 但她的父亲是中国人 在她父亲年轻的时候 认识钟立体的母亲 她是越南人 夫妻二人感情非常好 尤其是在钟立体出生后 更是在父母的手心里长大的 是家中的独生女 从小便及宠爱于一身 成长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下 钟立体也长得愈发的好看 她的童年幸福且快乐 无论她要什么 父母都会尽力满足她 她首先来到的城市便是香港 当时香港发展的正是繁华 像刘德华 林青霞 王祖贤和梁朝伟等人 也都是这个时候走红的 在这个城市慢慢壮大 而钟立体也找到了时机 她听说有一个选美比赛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报名参加了 没想到自己的命运 会因此发生改变 一开始钟立体还十分地自信 但是见到其他的参赛选手后 便气馁了 经过精心的打扮后 穿上了凸显身材的衣服 那一刻钟立体 就是全场的焦点 她以最好的状态 面对评委 关之林就站在她的一旁 但没想到 却能被她的气质比下去 由此可见 钟立体当时的魅力有多么的大 最后钟立体轻松地拿到了冠军 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个闪耀的成绩 在那个时候 钟立体感受到了众星捧月 所有的镜头都落在了她的身上 于是便萌生出了相当明星的想法 现如今就能看出 钟立体这个决定有多么的正确 随后钟立体便决定向演艺圈进军 她幻想自己走红的样子 因为冠军这个头衔 有不少的公司前来邀请钟立体 她不假思索地便答应了 于是没过多久 便与刘德华刘家辉一同出演了 《至尊三十六记》 出道及巅峰的钟立体 迎来了自己的人生 和刘德华合作完 就与林青霞张国荣拍了一部电影 《白发魔女传2》 光是这两部作品 就让钟立体打开了知名度 流氓医生 望角的天空等等 还与周星驰 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甚至成为了万人瞩目的新女郎 1994年两人拍摄了《破坏之王》 据了解钟立体还表白过周星驰 原因是那一年 周星驰想要去加拿大定居 也曾申请过但都失败了 钟立体听说过后 便主动提出了和自己结婚的想法 毕竟她是加拿大 可这件事情也不了了之 虽然出镜的机会 越来越多 钟立体在拍摄完《人鱼传说》后 一夜爆火 很多观众都喜欢她扮演的小美 那是她最爆火的一年 但她扭头就投入了爱情盒 和一位外国男子 公开了恋情 并且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更是在一年后 钟立体生下了一个孩子 钟立体减少了工作 一心放在家庭上 陪伴自己孩子和丈夫 但两人还是结束了这段感情 这四年钟立体舍弃了太多 但幸好没有被观众抛弃 离婚后虽然掀起了不小的舆论 但钟立体尽快地进入到了工作状态 再次投入到了拍戏中 创作出了很多的作品 谁曾想她的爱情劫难还没有结束 与第二任丈夫 相识的地方实在录音棚 她是圈内有名的音乐人 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是陌生的存在 当年钟立体在为电视剧演唱 而严征也参与其中 严征对她一见钟情 便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她对她体贴入微 走到哪都会陪着她 渐渐地钟立体也放下了戒备 在2004年两人闪婚 虽然外界有很大的争议 但钟立体坚持自己的想法 她继续付出自己的真心 因为严征没有钱 所以婚戒和婚礼是钟立体置办的 她也不在意这点付出 婚后两人如此的甜蜜 节目上也会秀恩爱 钟立体也为严征生下了两个女儿 接连生了三个孩子 钟立体却依然抗打 深受大家的喜欢 但严征却陷入了瓶颈期 女强男弱的婚姻 往往得不到好结果 于是钟立体再次被抛弃 这段长达七年的感情 再次落空 接连遭受背叛 钟立体对另一半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张伦硕的出现 抚平了她的伤口 这四个女人 在她的照顾下 变得越来越好 不止一次地夸赞张伦硕 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正是相信张伦硕 钟立体才会再次做出 生孩子的决定 在钟立体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她对爱情的执着 是张伦硕的真心 让她对爱情再次产生了希望 也是这一步的 那这一步的 我不能够 感谢观看